当地时间9月5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记者表示 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很快结束 他补充说 土耳其将继续推动和平 外交工作以及谈判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在9月4日与索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 埃尔多安在回国的飞机上告诉记者 自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土耳其为结束冲突做出了巨大努力 对和平的呼吁并未改变 不幸的是 这场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冲突 仍在继续 尽管阿尔多安指出 实现和平的前景渺茫 但他仍补充说 安卡拉方面重申这一点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如果各方表示出这样的愿望 我们准备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还将继续在交换囚犯 和扎布罗热核电站等问题上 发挥调解人的作用 阿尔多安说 这位土耳其总统还强调 他希望格乌冲突 能够尽快以基于国际法的 公正持久和平而结束 他说 这场冲突对参与国和整个地区 都造成了伤害 综合土耳其每日晨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9月4日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抵达俄罗斯著名的海滨城市索契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 双方就双边关系 粮食协议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 交换了意见 这是俄图两国领导人 在黑海粮食协议倒计后 举行的首次会晤 也是阿尔多安在今年5月 再次当选土耳其总统后 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两人上一次会面 是在2022年10月举行的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第六次峰会上 而最近一次电话会议 是在今年8月2号 当地时间9月4号 俄罗斯所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 会见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在会谈中 阿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已经准备好 再次将格乌双边 拉回谈判桌前 如同过去一样 土方艳语继续半点 调解人的角色 普京则回应称 俄方人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拒绝谈判的是基辅当局 及其西方支持者 普京称 在俄乌冲突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团 达成了多项协议 并签署了文件草案 但基辅方面最终 把他们扔进了垃圾桶 自俄乌爆发军事冲突以来 截至目前 俄乌两国代表团 共进行了五轮谈判 最近一次是于去年3月29号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 而在去年5月17号 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 于当天均表示 两国之间的和平谈判 已被无限期搁置 并相互指责对方 导致了谈判陷入僵局 俄塔斯社报道称 去年10月 泽林斯基曾发布一项法令 禁止乌方与何方进行任何会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茨科夫 早些时候则表示 西方没有表示出 对乌克兰局势提出 和平倡议的任何准备 今年2月23号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米哈伊尔加鲁金 在接受塔斯社专访时 谈到了俄方就乌克兰问题 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他表示 美国采取冷静态度 是乌克兰问题谈判的先决条件 并进一步指出 如果西方国家和基辅政权 想要回到谈判桌前 他们就必须放下武器 并停止炮击俄罗斯城市 6月28号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领导人 与西方国家并未进行联系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 不会拒绝 任何有关对话的具体建议 7月1日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则表示 只有乌克兰武装部队 控制了1991年边界 该国才会进行谈判准备